我们的周报上面有 题目叫什么 打美好仗的基督徒 我本来呢 是想起一个题目叫做 打圣仗的基督徒 后来我想 为了避免一些误解 因为现在世界上 有很多的 伊斯兰 或者叫穆斯林 叫回教徒 他们很多恐怖分子 他们打的仗 他们自己把它定为叫什么 圣战 我就想说我不要引起那个误会 因为打圣战跟打圣战 好像有点的接近 所以我就把它改了 改了什么题目呢 叫打美好仗的基督徒 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呢 其实过的生活 有时候觉得蛮失败的 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民意调查好了 我们当中大部分了 我想绝大部分都是已经信住 有一段时间了 好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呢 每一天生活还是蛮得胜的 先举一下手 这个举高一点 你得胜就得胜 好 请放下 三分之一不到 好 你觉得呢 你的生活蛮失败的 常常在经济方面 也觉得蛮失败的 好像都没有赚到钱 然后呢 都觉得还欠债 在身体方面 这个疾病 那个疾病就是不好 打钢也没用 然后呢 在家庭方面 现在吵吵闹闹 烦死了 然后呢 觉得很多的坏习惯捆绑 也去不掉 怎么黑暗的全是 怎么赶了一次两次 就不干净 然后就觉得 这个世界肉体 撒旦怎么死 觉得蛮失败的 有没有觉得蛮失败的 举下手 也有 好 不错 好 那我们刚刚哈 应该还有一半人 没举手的 你没举手的人 大概就觉得是什么 有时候得胜 有时候什么 失败 我告诉你 这是真的 常常觉得 时常失败 时常得胜 有时候都得胜 有时候失败 失败又得胜 得胜没多久 又失败 各位 这个的的确确 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 好 我自己呢 也经历了 一样的事情 其实上个礼拜天 上个礼拜天的主日 在这边 我们当中应该 有人还记得 有个弟兄来做见证 他做什么见证呢 他到大陆出差的时候呢 有人就招待 招待他干什么呢 招待干什么 去酒店嘛 酒店就有什么 小姐 小姐就要干什么 服务 结果呢 他是基督徒哦 很好的基督徒 对不对 结果他竟然在那个时候 他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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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应该的 对不对 可是呢 他却去了 他说 还好 上帝出手了 上帝怎么出手了呢 不到五分钟 谁来了 公安来了 哈利路亚 来拍手给神 神真的会安排 你知道呢 这个 散会以后啊 他就跟我 就打招呼 好 我说 你其实蛮勇敢的 你勇敢地承认 你的软弱 但你也蛮勇敢的 来见证 神的爱 神的管教 都是神的爱 阿们吗 阿们耶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我犯罪 上帝管教我 我要大声地说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因为我是神所爱的 神所爱的 他才管教 他必管教 所以啊 你知道吗 他讲的那些 其实 你知道我回大陆 我前不久回大陆 我也遇到一个 很大的试探 这个试探有多大 你很难想象 我以前都听过 但是我自己没经历过 再次经历 我讲给大家听 因为我回去呢 我那个现在机票 我都买最 我就跟他们讲 什么时候最便宜 我就买什么时候的 时段呢 结果他给我那个时段呢 是晚上的时段 那晚上我就想 我以前过去都坐夜车 然后呢 第二天早上就到了 所以呢 又不影响服事 然后时间都在车上 还不用这个花住宿的钱 哪知道这一次到那边 都是高铁了 好 都是高铁 高铁站有利的城市比较远 所以呢 那边也没有什么 就是好像我们在市区啊 你少住的地方都方便 所以他当天晚上没有票了 走不了了 我说那我买明天早上最早的 他最早是七点的 我就买七点的 票买好了 我才纳闷 我说去哪里住呢 我如果去市区去住 我第二天一大早要出来 对不对 那一大早要出来的话呢 可能还蛮 还有打车啊 反正就蛮费事的 我说最好是在哪里住啊 就在这附近找个地方住 结果真的有人说 要住宿吗 我说有没有便宜的 有 多少 六十块钱 六十块算便宜吧 算蛮便宜的 好 我说好 六十块 我说那 他说我们要讲好 我们呢没有洗手间啦 没有电视啦 没有什么什么啦 我说我通通不要 我这要怎么样 睡一觉 每天早上起来 因为立即车站近嘛 就能坐上车就好了 好 结果就去住了 住到差不多九点多 不到十点的时候呢 有人来敲门 我想这个时候谁来敲门呢 你们很多人都猜到了是谁 结果一开门 真的一个小女生在那里 说要按摩吗 我说不要不要 我说不要不要 结果呢 不要不要 他就说 又讲了一个什么话 我听不太懂 他讲了个什么行话 然后我说 你讲什么啊 我说我听不太懂 他后来就讲 喊大声 做爱 我吓得好 我就门立刻关上 没有我要出去了 可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心就开始怎么样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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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遇到这么白的 然后呢 他门口还不走 他还说 反正就讲了一堆的那些话 我就说 不要了 然后我就把门就关上了 后来他 讲了半天 他就说 那我先走 我等晚一点再过来 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住的那个地方 是什么样子呢 你们看一下 我找不到别的 我都找这个东西 他那个锁 我看也不 也不是我们这边的锁 你知道吗 那个锁应该很容易透开的 然后呢 因为他那边 我看也是 就是不是很多人的 万一他闯进来了 我睡着了 他闯进来了 我怎么 我跳进黄河也说不清啊 也没有一个同伴 我就觉得那怎么办 我就 就还很紧张 然后呢 我就 就不敢睡觉 我就找东西 把那个门把它 找不到 就只能找着一个窗户 把它让底上 结果 还好 我 你们 你知道干嘛 没事 反正我第一时间 我就发短信给信娟 我说我遇到试探了 立刻抓紧为我祷告 感谢主 结果真的到很晚了 他真的过来了 他过来 他就讲说 这门干嘛不开开啊 干嘛不开开啊 然后不但一个 还两个 我讲话 你知道我 吓死了 我就很怕他 万一他用脚 把他踹开 就说 你知道 我没有办法的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就那天都不敢 我那天几乎没有怎么睡觉 就一声 好 一句话 弟兄姐妹 你们来给我做见证好了 好 我在上帝面前 也不会撒谎的 我那天有没有得胜 有 你们讲的 有 我告诉你 我心里很虚的 有得胜吗 没有得胜 我没有得胜 不是说 我外面发生了什么行为 我没有得胜 是我的心里面 竟然怎么样 会胡思乱想 你知道吗 有的没有的 你知道那个东西 我就觉得 我是一个牧师 我竟然还遇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当然没有 任何不好的行为 但是弟兄姐妹 得胜 完全的得胜 不是单单这样 就叫得胜 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的心 还会跳得那么快呀 啊 东东 为什么我 我告诉你 其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是一个 把你的肉体 和肉体的邪情私欲 都定在哪里 十字架上的 你就是一个 真正的 为主而活的得胜者 所以今天是薄饼聚会 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充满了诱惑 充满了属灵的征战 有的人 魔鬼就用着色情 情欲来攻击他 有的人 魔鬼就用着财 财力 物质 来攻击他 诱惑他 有的人 就用这个世界上的 那些虚伏的荣耀 那些名 来攻击他 弟兄姐妹 太多了 在教会里 我想也是一样 太在乎你的面子 也可能是 魔鬼攻击的 一个方面 所以怎么样能做一个 完全得胜的人 因为前两次 天佑牧师 在这边讲道 他讲的道 就是给我很大的感动 第一次他讲道 做一个尾身基督 尾身基督的基督徒 那是一个 完全奉献的基督徒 那是一个 属灵的基本动作 基本功很扎实的第一步 那个好了 以后都会睡 但是呢 第二次他又讲了 长大什么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讲什么 长大成熟的基督徒 其实在旧约的民宿记里面 上帝赎点民宿的时候 你知道他只赎点哪些人吗 二十岁以上的 就是长大成熟的 而且呢 是出去怎么样 能打仗的 不再能打仗 而且能打胜仗 但是今天教会里 坦白讲 我们教会有些能打仗的 非常能打仗 常常去打仗 打击魔鬼 打击黑暗的权势 但是 很多是不能打仗的 你知道吗 很多是不能 只能够吃零奶的 不能够吃干粮的 为婴孩的 这个是不够的 所以前两次都讲得很好 第一次 尾身基督 尾身的 完全奉献的基督徒 第二次呢 是长大成熟的基督徒 今天我第三次 因为他跟我讲 你要去讲生命的道 我说怎么讲生命的道 还蛮有挑战的 但是我心里面现在 还确定 神要我讲的 就是做一个 不但能打仗 而且能打什么仗 圣仗的基督徒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经文 不算太长 只是一章而已 有点多 所以呢我想我们会 透过这一章的圣经来讲 怎么样去打美好的仗 怎么样能打圣仗 那不是说 单单你外面做了什么工作 而是说你从你的心里的 方方面面是全面的得胜 得胜有余的得胜 胜的还要再胜的得胜 弟兄姐妹 这是今天呢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题目 是约书亚记的整个第六章 那么打胜仗的基督徒 就是打美好的仗 那第一点呢 就是打仗前要领受应许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 这一点没有 那下面两点都不要讲了 我今天讲到总共三点嘛 第一个打胜仗的 打仗前领受应许 这一点没有 你下面的你怎么打 都不可能打赢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领受神的应许啊 你没有这个应许 你知道很多人 基督徒他过的生活 他要打仗 他属灵的征战要打 他就拼命地努力挣扎 然后在那里呢 就是经历了很多年的挣扎 最后呢 他还是一样 他还是觉得说 好像我 这个 还是没办法得胜 很多人 我觉得你去问很多基督徒 他都会这样告诉你 为什么原因 因为他不了解第一点 就是打仗前领受应许 我们先来读圣经好 我们先来读 蛮长的 跟着我一起读 请 耶利哥的城门 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 无人出入 耶和华 小玉 约书亚说 看啊 我已经把耶利哥 和耶利哥的王 并大能的勇士 都交在你手中 你们的一切冰丁 要围绕这城 一日围绕一次 六日都要这样行 七个祭司 要拿七个羊脚 走在 到第七日 你们要绕成七次 祭司也要吹脚 他们吹的脚声脱长 你们听见脚声 众百姓要大声呼喊 城墙就必塌陷 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这一段圣经呢 太熟悉了 所以我不需要 什么慢慢的去解释 我只要注意两个字 神 耶和华神 小玉 约瑟亚说 看啊 我 怎么样 已经 你知道耶利哥城 城墙又坚固 又高大 而且这个城墙呢 城门关得严谨 无人出入 坦白讲 你根本不可能打赢了啦 你怎么可能打赢 就好像我们很多人 面对着一些属灵的征战 我们就觉得 我的一个习惯好了 我就是胜不过它 就觉得 就没有办法 弟兄姐妹 你要记得 如果你只是看这个实际的 你眼见的这一切 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打 你即便勉强去打了 打得很辛苦 打得很挣扎 打得天昏地暗 最后还是失败告终 除非你能够找到 打仗之前 你先领受一个应许 什么应许呢 谁说 我已经 什么叫已经 我已经把耶利哥 耶利哥的王 和大能的勇士 统统交给你了 前面这场仗还没打 就已经怎么样 已经赢了 还没有打就已经赢了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很大的喜讯哦 仗还没有打 已经怎么样 赢了 来 你要不要打蜀林的征战 人生像战场会一直打仗的 请你记得 你只要是基督徒 你就是一个得胜者 我们今天讲得救跟得胜 我们是把它切割开的 你懂我意思吗 好 我再来问民调一下 认为自己已经得救的人 信耶稣就得救 口里相信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就必得救 呼求主民就得救 好 认为自己已经得救的人 请举手 哈利路呀 感谢主 好 请放下 好 再来 认为自己已经得胜的人 请举手 你看 这就是不成比例嘛 我告诉你 真的你会发现 就是得救跟得胜 两个字嘛 的确就不一样嘛 你怎能说它是一回事呢 我告诉你 你回去读启示录 启示录呢 第二章的第七节 十一节 十七节 二十六节 三章的第五节 十二节 三章的二十一节 给七个教会的信的末了 通通是说 得胜的怎么样 得胜的怎么样 到了 启示录的二十一章 仍然这样讲 得胜的必然呢 承受产业 得胜的呢 是我的子民 我是他的神 弟兄姐妹 到启示录你发现 得救这个词几乎不见了 都是得胜的 为什么 因为在上帝的眼里面 到末了的时候 得救跟得胜 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基督徒 他都要先领受一个应许 就是你就是一个什么者 得胜者 跟旁边人讲一下 你真的就是一个得胜者 为什么讲 因为神应许嘛 还没有打就已经赢了 哇 这个叫什么 什么仗 这是上帝的仗啊 你如果没有这一个把握 你带着一个疑惑 带着靠自己的努力去打 打不赢的啦 所以我在这边 要跟各位讲的这一点呢 我是要特别的强调说 上帝绝对信任你 可以打赢 有人说我就是不赢 我就是软弱 我就是软弱 我就是没办法 弟兄姐妹 我跟你一样的 你知道我已经是牧师了 我竟然被敲门的时候 就搞得我一夜没睡觉 你说这个多软弱啊 对不对 人家彼得是怎么样 第二天要砍头了 他在那里怎么样 呼呼大睡 天使去拍醒他 他咬醒他 他才醒 因为他心里面充满 我觉得弟兄姐妹 必须要这样讲 如果你觉得 自己是一个常常失败的人 今天是一个更新改变的开始 就是今天你要来 知取神的应许 神说你就是个得胜者 那你说我不可能得胜 我就软弱 今天神要让你看到一个秘诀 一个窍门在哪里 就是在基督里 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 一起来 感谢上帝 常率领我们 在基督里夸圣 并借着我们 在各处显扬 那因认识基督 而有的香气 弟兄姐妹 真的 圣经里面充满了应许 我也不想把它经文都列出来 大家在一起读 你回去自己查考圣经 充满了得胜的应许 耶稣说你没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然后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你充满了这些经文 所以呢 我不要讲太多 我只要讲一点 你一定要 你只要在基督里 你只要在基督里 你就是个得胜者 这是一个应许 就像这个约书亚 他以色列人 在旷野绕了多少年 四十年 旷野绕了四十年 请问那个时候二十岁的 现在绕了今天多少岁了 六十岁了 所以 只是在那边绕 很可惜的 都是失败的经历呀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绕了多少年 等一下我的回应诗歌呢 会唱在爱里我要宣告 我要得胜 在爱里我要宣告 耶稣是王 得胜的王 然后呢 要宣告 我不要在罪中打转了 如果你还过 继续过软弱的生活 是因为你第一个应许 还没有得到 你只要在基督里 你绝对是一个得胜者 阿不阿们 阿们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呢 我读到另外一处经文呢 跟他有点像 得胜 有个打仗得胜 还有一个得胜 比赛得胜 运动的时候 好 那么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怎么样 都跑 对不对 圣经上说嘛 岂不知在赛场上跑的 都在跑 但是得奖赏的 只有几个人 只有一个人 好 我再说一次啊 圣经里面 格林多前述说 岂不知在赛场上的 跑步都在跑 得奖赏的 只有几个人 一个人 好 我们五股礼拜堂呢 比方说我们有五六百人 好 六七百人好了 我们就大人小孩都算 如果我们一起来跑 请问 得奖场呢 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可能是谁 大家都不敢讲 都希望 那个人最好是我 对不对 如果说的话 可能是 天佑牧师了 可能是 信娟姐了 到底是谁 对不起 如果你用这样的理解 那大部分的人是 是没有指望的吧 因为得奖赏的 只有几人 只有一人 但请你记得 这一节圣经 正确的解释呢 是得奖赏的 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谁 耶稣 所以我们就要 都在基督里面 我们都是什么 得奖赏的那个人 大家明白吗 所以在赛场上呢 都不好 但是我们真的要得奖赏 我觉得在这边 讲到领受应许 上帝绝对相信你 你是可以得胜的 你不要让上帝失望 好不好 有一个见证啊 当然是两个 第一个不太好 第一个就讲呢 是在我们大陆 在早期的时候 那个火车都挤得满满的人 我那时候跟新娘 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买了票都看着那个 提前一个小时到车站 我们都上不了车 因为都挤满了人 夏天呢又热 所以你知道那个 他们那个月台上呢 会有人去卖那个 叫什么 冰棒 卖冰棒的 结果呢 有一个人在上车上嘛 想月台上买冰棒 但他下不了车啊 他就把车窗 那个车窗都是可以开的 他把车窗呢 就打开 然后就跟月台上 一个小朋友说 小朋友过来过来 什么事 说呢 我给你两块钱 因为那个冰棒是一块钱一支 你去帮我买呢 这个冰棒 买一支呢 给我 买一支呢 那是我请你吃的 好不好 小朋友就去了 去了以后跑回来了 手里拿着一根冰棒 好 然后说 对不起 那边呢 只剩一支冰棒了 所以呢 我就买了我那一支 你这一块钱还给你 好 这个 这个好像蛮好笑的 不过还不错了 他没有把那两块钱都拿走 对不对 好 这个还不错 但是这个不是最好的 第二个例子是很好的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它是发生在英国 英国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叫什么乞丐 乞讨 要一块面包 结果他到了一个 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大户人家 去乞讨的时候 那个开门的那个主妇呢 是一个很尊贵的妇人 就给了他一磅 一英磅 跟他说呢 我家里没有 我家里面没有面包给你 好 但是我给你一英磅呢 你可以去对面呢 那个面包店去买 好 那一一英磅的话呢 大概能买十个面包 好 你去买一个 好 是我送给你的 结果那个人就去买了 买了一个面包 回来怎么样 那个还剩零点九英镑嘛 对不对 就还给这个妇人 还给这个妇人 她就说了一句话 她说我今天得到的 不是一个面包 我今天得到的是什么 被信任 她充满了感激 她说那个尊严 她说一般的人 谁会信任你一个 叫花子啊 好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这一个例子 我觉得很好 它证明了 上帝相信你 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 来跟旁边讲 不要让上帝失望 我们都可以成为得胜者的 我觉得今天教会里 不要弥漫的一种低迷的信息 就是说 哎呀大家都软弱了 你看谁不软弱啊 连那个人还软弱 弟兄姐妹 的确我们承认 我们有软弱 但是 因着在基督里 神已经应许了 我已经胜了世界 所以呢你们就可 你们放心 耶稣叫我们放心 而且呢 在 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七节里面 我们要指着耶稣来夸胜 弟兄姐妹 我们要常常夸胜的 我们都是得胜者 这是第一点 好 我希望 我虽然没有列出很多的经文 但是你心里要知道一件事情 上帝的眼里 神对你生命的计划 是要你成为一个得胜者 虽然仗还没有打 也许以前很多四十年是败仗 在最终打赚的 但是今天 神要跟你讲 神要跟你应许 要过新的生活 喜乐得胜平安的生活 你要领受这个应许 阿不阿们 好 这是第一点 那么领受应许啊 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呢 打仗前领受应许 打仗的时候要心而顺服 对不起 要来读经了 比较长 好 那你们可以读吗 还是说只要听就好了 好 因为我要读快一点 我怕时间又拖 我不要超过十二点 好 那样的儿子约瑟亚 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 你们抬起约会来 要有七个祭司 拿着七个羊角 走在耶和华的约会前 又对百姓说 你们前去绕成带兵器的 要走在耶和华的约会前 约瑟亚对百姓说完了话 七个祭司 拿着七个羊角 走在耶和华面前 吹一脚 耶和华的约会在 他们后面跟随 带兵器的走在吹脚的祭司面前 后队随着约会行 祭司一面走一面吹 约瑟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不可呼喊 不可出声点 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 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 那时才可以呼喊 这样 他使耶和华的约会绕城 把城绕了一次 众人回到营里 就在营里住宿 约瑟亚清早起来 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会 七个祭司 拿着七个羊角 在耶和华的约会前 时常行走吹脚 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 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会行 祭司一面走一面吹 第二日 众人把城绕了一次 就回营里去了 六日都是这样 第七日清早 黎明的时候 他们起来照样绕成七次 唯独这日把城绕了几次 七次 到了第七次 祭司吹脚的时候 约瑟亚吩咐百姓说 一起读 呼喊吧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 我记得好像有首诗歌 对不对 呼喊吧 神的百姓呼喊吧 想这层交给我们 好 根据就在这里了 好 那我跟大家讲 请问 第一个领受应许 还没打争之前 谁说 我已经把耶利哥 耶利哥的王 我把他们的大能的勇士 统统交在你手里了 意思就是 你已经得胜了 有神的应许 我们是靠着应许得胜的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是靠着我的努力 靠着我的拼命 靠着我的挣扎是得胜的 那个是永远不可能 我们是靠着什么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 你知道吗 靠着耶稣得胜 好 你有这样的应许了 你再去打仗 会打不一样的仗 会打美好的仗 你明白吗 就是 这个好像只是一个 颠倒一个次序而已 不是靠着我的努力 我的拼命 我的战争 然后呢 取得胜利 不是的 而是靠着耶稣的胜利 所以呢 我已经有应许了 所以我就去打美好的仗 最后一定会取得什么 胜利 当中虽然可能会有一些的 艰难 有一些的 挣扎 但是一定会取得胜利 所以先后顺序 不可以搞颠倒 那么 第一个应许有了 那下面开始打 你还是要打啊 你不能说有应许了 我就不要动了 那打的时候 请问啊 有没有人打仗 是用这个军法的 我们说中国有 叫什么兵法 孙子兵法 有72级 对吧 有没有这一级啊 有啊 有空城级 不对了 我觉得应该没有 绕城级 好 有那个诸葛亮 那个时候有空城级 有没有绕城级 我就觉得真的 你知道 这里面很辛苦的 就是你不但绕 绕的时候 还不可以讲话 哇 这个最痛苦 信不信 如果有一天 叫我们去把屋谷 绕一圈 绕可以 好 大家一起 一起绕 前面有吹脚 可是呢 不可以讲话 一句话都不可以讲 然后呢 到第七天的时候 绕七次 绕完七次 要大声地呼喊 弟兄姐妹 这就是一个顺服 信而顺服的功课 信而顺服 其实呢 是最不容易的 坦白讲 你要放手 你不要用 你自己的方法 那个是多愚昧的方法 多愚蠢的方法 可是呢 那是神的方法 神叫你做 你就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这边讲 真的很多人 不得胜的原因 是因为他自己的方法 他自己的主见 他自己的一切 太多了 那么 他用自己的力量 用自己的方法 用自己的资源 用自己的习惯 一直在做 最后失败了 还抱怨神 其实最重要的是 是要放手 放手很重要 所以我在这边 讲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呢 就是中间的这个人 个儿比较高的 他的名字叫 红汉义 如果你们去网络上 去搜他的见证 非常非常的多 他在大西那边 也开了一个 黑社会教会 很有名 那么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中心 叫做德胜养生训练中心 那么他也做 那个活流电的这个人 好 那我要讲这个人 干什么呢 我要讲这个人 他是怎么得胜的 他是亚洲 亚洲最大的 黑社会的老大 好 我们的五股礼拜堂的 创会牧师 吕戴豪牧师 也是在黑社会 不过他在黑社会 是什么 杀手 后来我就问了 我说 那个 因为他真的像老大嘛 我就说 你跟吕牧师 你们两个 怎么做比较 不一样的了 他说杀手啊 基本上是不敢出名的 你懂我意思吗 杀手都是下面的 不是 就台面下的人了 那老大都是什么 台面上的人 有没有听过白狼 有 为什么你听过他 因为他是什么 他是老大嘛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是杀手 通常是尽量不要让人家知道的 所以这个洪汉义是黑社会老大 你说他犯了很多的罪 然后我不讲他的故事了 因为一讲起来就没完没了 我这简单讲 总之他后来信主了 信主了以后 过了很多年都是失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习惯 不能够一下子改啊 他手下好几千个黑社会的 然后有一天神就跟他讲了 说你要真的 因为他那个意象啊 经历啊 那个太多了 他说有时讲 他也觉得他很保留地讲 他讲出来 人家也不会相信 觉得怎么会这么样的一个惊奇 他现在被提到天上去 他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 是因为那次他跟神 他也有很多的悖逆嘛 他后来就说 神啊就是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神说我要你怎么样呢 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讲 你去呢 去里面提一个大湖的 水来 坐下来 我好好地跟你讲 他真的啊 就提了一大湖的水 就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就说 意思 神经历有什么 跟我讲吧 结果没想到 他被提了 被提到天上去了 还见到很多很多 我把他都带过去了 总之 他后来又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他就问那个 他家里面的那个 因为还有帮佣 就说 我刚刚去哪里了 他说你刚刚哪也没去啊 你刚刚就一直坐在这里 他刚一直坐在这里 他明明他是去了 天堂地狱都走了一圈了 他说 你在 他那我坐在这 你看我坐在这 他你坐在这一直在喝水啊 说你看一大湖水都被你喝光了 所以他就证明一件事情 他的肉体的确是在怎么样 还在这里 所以他没有做梦 他没有睡着 而且呢 因为他下午嘛 就是下午四五点那个时候 他不是做梦 他是真的见到这些异象 总之后来神就挑战他 你要过一个真正的基督族的生活 你呢 就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犯罪了 然后他说 那我到底要怎么做 他说起码三个 第一个 把你所有的那些不良的场所 统统关掉 什么夜总会啦 因为他以前做了很多坏事 统统关掉 那个舞厅啊 因为世界各国的黑社会 包括台湾的黑社会 都去他那边玩 统统关掉 第二个 你手下的那些 所有的那些小弟 那些黑社会 统统把他们解散掉 让他们去从事正当之业 第三个 不可再犯奸淫 他就说 主耶稣 前面两个 我都答应你 但是第三个 我做不到 他说第三个 我为什么做不到 他说因为我的软弱 就在这里 后来神 他说除非你帮助我 否则我做不到 神有没有帮助他 有 他说从那天 神应许帮助他以后 他再也没有碰过 任何一个女人 那些女人 不是一般的女人 都是什么明星啊 模特啊 你知道吗 都是那个 所以他要抛弃 他不是抛弃了 我就讲错了 当他要跟他们讲说 我信耶稣 耶稣跟我讲 我要从今天开始 你们都要找一个正经的人 跟他们过正常的生活 你知道那些女人 都跟他说什么话吗 他有十二个老 十二个女人 然后都跟他讲说 我们 你以前是黑社会老大 现在又变神棍了 他说你要利用耶稣呢 来抛弃我 他说你不要利用耶稣 来抛弃我们 他说你 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你的人 谁敢碰我们啊 他说 我讲不过你们 你说我什么都 但是我真的是 耶稣跟我这样讲 天堂太美了 地狱太可怕了 我不能再过以前的生活了 所以他从那天开始 就是一个得胜者 然后他跟神立约 立什么约 他立约第一个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 绝对不让任何的人和事 影响他跟神的关系 弟兄姐妹 他下面还写很多 每一条都用他自己的话写出来 我就很欣赏他 然后他就说 他的儿子 因为他老婆多嘛 他孩子也多 后来都骂他神棍 因为都不相信他嘛 后来都信主了 十二个女人有十个 信了耶稣 哈利路亚 来拍手 归人要给神 那还有两个 堵神学院去了 弟兄姐妹 他的孩子 以前骂他的 也全部信耶稣了 为什么 看见他的改变 顺服 其实说来简单 但其实做起来也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 你想经历到那个改变 你想经历到神的神迹在你身上 你想真的成为得胜者 第一个我讲过了 领受应许 神的应许给每一个基督徒的 第二个 你要顺服 信而顺服 信而顺服 真的是可以让你经历到很多的神迹 有一个宣教士 他的名字呢 叫做佩茨勒 他以前要去苏丹宣教的时候 其实他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想法 神就说不要 你要等候我 等候我 等候我 后来他就一直等 等到那个时候 他就觉得这个时候怎么合适呢 后来他还是顺服了 他就去了 去了苏丹去宣教 那去苏丹宣教的时候呢 他坐在船上 就跟一个年轻人传福音 那个年轻人就信了主 后来呢 才知道 那个年轻人本来是要去自杀的 而且呢 他那个年轻人 本来要自杀 信了主 当然就新的生命开始了嘛 就不自杀了 而且那个年轻人 后来呢 才知道 他是一个当地最有钱的 那个百万富翁的儿子 独生儿子 来 再拍手给人家给神 为什么 因为他去宣教 那些所有的费用 就不要大家什么 什么什么 奉献 你知道吗 那一个人就 就支持他 很多很多很多 弟兄姐妹 你信服神真的会经历到 很意想不到的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的 大的神迹 所以信服神 所以他带很多人信主 你知道他去 见证布道会 我去广州 也帮他联络安排 这个他去 中国各地 在台湾 在新店行道会 在那个艺人之家 在很多地方 他都说 五辜礼拜堂 我也可以请他来做见证 好 你知道他去呼召的时候 那个布道会 那些人都是泪流满面的 因为他几次 我都是坐在第一排嘛 我看他是呼召上前来 我们呼召有 到前面也有 但是我很少看到 是泪流满面的 上前面来 因为他为什么会有 这么大的感力 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被改变的人 所以他很看重 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弟兄姐妹 我今天预备这篇信息 也是跟他接触有关 因为我跟他见了很多次 弟兄姐妹 我希望 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 有一个心智说 神啊 我要顺服你 其实五辜礼拜堂 我必须诚实地说 绝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都是非常顺服的 为什么顺服呢 因为叫大家举手就举手 叫大家跟旁边的人笑一下 来 现在开始 跟旁边的人笑一下 笑一下 你知道吗 很多人就笑 当然也有个别不笑 但是就是大部分人是顺服 你说我为什么要笑 真的好无聊 真的很三八 各位 这个笑也不算犯罪嘛 对不对 你不笑 你不笑没关系 我也不会定你的罪 问题就是 顺服很重要 所以 我说真的 当他们就要不讲话 难不难 我真的很难 如果说今天 我们现在还有十分钟 要结束了 等十二点以后 每个人到晚上十二点 十二个小时 不许讲一句话 我告诉你 那个很难 你叫我一直讲话 还没有什么困难 你叫我一直讲话 好 一直不讲话 七天过了 最后 绕了七次以后 说怎么样 呼喊吧 他们就怎么样 呼喊 成相救他了 所以 我们今天是要记得 那个呼喊是代表着赞美 以前有一首歌 我要问大家 你们想不想成为得胜者 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想 再给一次机会 想不想成为得胜者 好 怎么样成为得胜者呢 有一首诗歌 可以告诉你秘诀 你要天天赞美住 时刻赞美住 保持一副爽冷冰 喜乐的脸色 你要天天赞美住 时刻赞美住 你就是个得胜者 跟旁边人再讲一下 你天天赞美住 就是得胜者 因为太多的例子 好证明了 就是不一定是 你靠你迫切的祈求啊 哭啊 就成为得胜者 不一定的 但是你就要不断地赞美神 把神放大 高举神 荣耀神 你一定可以成为得胜者 同意这句话的 就说阿们 好 我相信我们真的要做一个 顺服的基督徒 就成为得胜者 好 打胜仗的基督徒 第一 打仗前领受允许 第二 打仗时怎么样 信而顺服 神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第三个 打仗后怎么样 务要谨慎 对不起 因为我时间不够 我经文就不读了 好 我们呢 只是读下17到18节 那这城河其中所有的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 什么 毁灭 只有妓女拉河 与她家中所有的 可以存活 因为她隐藏了 我们所打发的使者 18节的上面 上半节 一起来 至于你们 务要谨慎 好 我们就再讲这样好了 就是 我们务要谨慎的意思啊 就是 其实很多的失败是这样 她得胜了以后 她成功了以后 她就放松了 然后就 大的失败就来 这一次神已经提前 告诉他们了 他们还是不谨慎 结果下一城 打一个小小的 爱城 竟然失败 败得很惨 为什么 就是因为她没有听 神要讲说 你得胜了 你还要谨慎 你还要谨慎 因为失败总在 成功之后 我们常常说 失败是成功什么 之母 但是有时候 这个是循环的 你知道吗 就是在前的要在后 在后的要在前 的确啊 在前在后 在后在前 就是比方说 我跟姓娟传道好了 本来她在我前面的 结果我是在后面的 结果走一走走 我怎么样 我在后的成为在前的 那她就怎么样 她在后了 她在后 结果她在后 她怎么样 又在前了 从功跟失败好 有时候会这样 一直这样的循环 请你小心 如果你没有一个 警醒的心 警醒的心 其实我们常常还是会 失败了 又会再失败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大卫也是啊 大卫其实他本来 大获全胜 最鼎盛的时候 他竟然 那时候你知道 打菲利斯人 打得他片甲不留 落花流水 他真的是得胜的不得了 他竟然那个时候 他放松了 睡到 睡觉睡到什么时候 太阳平息 然后上去看 就看到了不当看的 跟我那天的经历差不多 对不对 不过他比我更软弱 他比我更软弱 感谢主 那个都是在成功之后 耶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 你如果去读四福音 耶稣每一次 做了什么神迹 做了很成功的 什么什么事情 耶稣立刻就 退到山上去祷告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是这样 哇 我们这几天的营会 很成功哦 一起去 去哪里 去哪里 有名堂 葛瑞斯 特别习了 去哪里 就是要去吃吃喝喝了 庆祝了 不是不好 问题是你里面 有没有警醒和谨慎 好 我想呢 这个就 我就把它跳过去了 好 我们来复习一下 好 打圣众的基督徒 第一是什么 打仗前领受应许 第二个 打仗时 信而顺服 第三个 打仗后 务要谨慎 所谓的务要谨慎 就是该属神的 金字银字 铜铁的器皿 完全给神 好 然后该把它赶尽杀绝的 完全的杀掉 你说神怎么那么残忍 我再稍微解释一下 不是神残忍 是神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几百年的时间 叫他们悔改 都不悔改 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慈爱的神 是神拯救的神 但神也是审判的神 所以 那个他们 不是说神残忍 是他们自己的罪 要让他们灭亡 所以 这个代表罪 我们对罪 要毫不留情 这个代表是罪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今天要看见 神的应许 他们就还是没有 很严格地来 来遵守 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 该拯救的 拉合和 所有属他的 要完全地得救 这里面 这一段 17到27节 都讲得很 非常非常的全面 所以我想在这边 就跟大家讲 这个打仗后 物要谨慎 没有时间细讲 但是也提醒我们 天天与主谨慎 天天谨慎 你发现 耶稣讲到 幕后的预兆的时候 耶稣用了 最多最多的词 就是你们要谨慎 所以你们要谨慎 你们要谨慎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什么 谨慎自首 谨慎祷告 最要紧的是 彼此切实相爱 好 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 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呢 就是在神的爱里 要宣告 我软弱 要得改变 在你爱里 我要宣告 因为你是王 是得胜的王 在你的爱里面 我要宣告 我不再最终打转 因为你带领了 我得胜 我们一起来 唱这首诗歌 好不好 一群起立 来唱这首诗歌 请 在你爱里 我要宣告 我软弱的改变 在你爱里 我要宣告 你是我 在你爱里 我要宣告 我不在嘴中打断 是你带领着我的船 好 从头 从头 在你爱里 我要宣告 我软弱的改变 阿们 我们要改变 在你爱里 我要宣告 你是我 在你爱里 我要宣告 我不在嘴中打转 是你带领着我的船 好 的耶稣 好 的耶稣 我的船 抱着耶稣的身 从这身要 抱着主爱去的身 抱着耶稣的身 抱着耶稣的身 我们不必去把错买 神之主恩的光阔 是你带领着我的船 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我们先到后的耶稣 抱着耶稣的身 抱着耶稣的身 从这身要拖着主爱去的身 抱着耶稣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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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着耶稣的身 我们举起把错白 神之主恩的光阔 是祈所为的光阔 我相信你跟我一样 常常觉得自己是软弱的人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耶稣是最刚强的